这个蜂巢这里啊 大家看这个蜂窝呢 在8月初的时候多了一次 在9月中旬的时候多了一次 现在是10月18号 现在把这个蜂全部捞干净 全部抓掉了 相当于是现在是抓第三次 这个蜂量呢 不多 风量不多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蜂巢怎么样啊 我们在上去过的时候呢 是留了两顶 两顶呢是刚点担的啊 是吧 像现在的话 应该是有个别蜂忙出来的啊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蜂全部捞掉啊 现在大家看一下 这个蜂还是挺多的啊 在上个月9月份的时候 来过蜂用的时候呢 多了三顶然后呢 捞了一瓶这个蜂是吧 捞满一瓶 现在的话全部捞完的话 可能还是有一瓶的啊 是吧 现在呢先把这个蜂捞一捞啊 捞一捞等一下就把那个蜂涌拿出来 好 这样看呢 里面这个蜂还是挺好的啊 这样看啊 里面的蜂还是挺漂亮的啊 是吧 现在呢这个蜂捞了很多蜂了 大家看这个蜂啊 这个蜂要准备 满这个蜂这里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蜂蜂翻过来 然后呢 再捞这个蜂啊 因为有些蜂还在这里面啊 现在这个蜂呢 基本捞干净的啊 好 大家看这个蜂在这里啊 有一个蜂蜂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蜂蜂怎么样啊 好 现在也是第三次蜂蜂啊 也是最后一次啊 今年啊 最蜂的最后一次 好的 现在把它弄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已经把这个蜂蜂了 翻过来了啊 还是很不错的啊 应该有十斤热药啊 十斤应该是有啊 是吧 你看 像这些啊 很多都是王台蜂啊 像这些大大的王台蜂啊 对不对 还是不错的啊 舌手上去我我勾的时候啊 就这样用这个木棍啊 木棍 你们看用这个木棍 撑起来 撑起来之后呢 他要重新做 看没有 是吧 方法还是可以的啊 ok 现在呢 全部把它抓了 全部弄回家了 弄回家之后再撑一下吧 我一步是有十斤热药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我去最后一季过了啊 过了之后呢 现在是 开始出雄风啊 开始出蜂王这个阶段呢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老王还是在的 大家看啊 看到有这个老王 你们看啊 我过了第三季老王还是能找到的 看到没有 所以说你们买蜂蜂之后 在8月9月份过蜂蜂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个蜂王 就是这个老王啊 一定要 保证他健康啊 保证他健康 叫你们看 我现在是10月18号 现在 啊 收最后一期 第三期啊 你们看这个蜂蜂还是很漂亮的是吧 对不对 你们看 看这个蜂蜂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过蜂蜂的话 留意这个蜂蜂 他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今年呢 所以说就 请到多久啊 ok 放进去了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蜂蜂一顶顶的拿 拿拿拿拿 拿上去了 啊 这里有 有 有 现在搞定了啊 蜂蜂蜂蜂放在上面啊 风也捞完了 剩下的风可能还剩下野外 没有飞回来的 可能还没有飞回来的 还有 几十三百个左右啊 但是在这里周围的都捞干净了 啊 现在有两个飞回来 啊 又也飞回来的 这 风在这里啊 全部捞完了啊 搞定好的 我们撤退了 啊 这个位置还是可以不错啊 蜂蜂了吧 三次扎着来可能有四十五斤左右啊 好了 现在搞定了 现在 脱了衣服 来看上这个蜂蜂 还是定好的 是吧 还行吧 现在过第三刀 这里面肯定有四斤了 是吧 四斤应该是不会少 还是不错吧 也就是说相当于是 三次扎起来可能就是 四十五斤左右 这个蜂的话 撈两次 啊 上个月撈一次 上个月撈的时候 比做一次多一点 两次扎起来可能是 一千八百个 应该不到两千个 因为上次撈了之后呢 会损失一部分的蜂啊 因为 所以 过的蜂用捞机器封胶 会伤到里面的这个蜂啊 所以说 捞蜂的话还是 有一点损失的 如果 啊 不捞的话 一切性捞的话 可能就会 更加多一点 也就是说 啊 长到现在 一切性捞的话 可能会多一点 这个工作蜂 啊 现在 做蜂的话 就全部过完了 搞定了